当中神编织好了命运之网,令战斗女神洒向人间,这既是她的使命,又是战争开始的序幕。 企图在这场战争中抛弃伙伴的人,也难逃命运之网的牵连。 以技能,神助光刃。 战斗女神挥舞光刃,进行两次大面积横扫,造成大量伤害。 释放期间可以移动,免疫控制效果,并获得伤害减免。 技能每命中一名敌方英雄,则可减少该技能一秒冷却时间。 二技能,英灵闪击。 战斗女神召唤战矛刺穿目标区域敌人,造成物理伤害并削减护甲。 四秒内,如果再次使用该技能,战斗女神会向战矛处冲锋,伤害并眩晕路径上的敌人。 大招,命运之网。 战斗女神朝指定位置冲锋,到达位置后张开命运之网,造成范围物理伤害,并将范围内所有敌方单位的命运编织在一起。 每当其中有单位阵亡时,所有目标会受到一次额外物理伤害。 如果英雄阵亡,则效果翻倍。 被动,击败英雄永久提升100最大生命值,上限1000。 四技能,灵魂破碎。 战斗女神的登场将瓦解敌人的灵魂。 战斗女神的直接伤害对目标添加灵魂战力效果。 战斗女神会对附带灵魂战力目标造成额外物理伤害并触发灵魂破碎。 为目标周围敌人添加灵魂战力效果。 灵魂战力。 移动速度降低,三层后再次受到战争女神伤害时会被定身。 该定身效果,每个单位6秒内只会触发一次。 英雄定位。 拥有高爆发收割型的刺客型力量英雄,可作为半肉刺客切入战场,也可以作为擅长团战的战士。 光环竞速靴,光明皇帝,天伐之锤,冥王之爪,复仇天神,魔精盾。 调整角度,使二技能尽可能攻击到多名敌方英雄。 技能坚冷却气质,配合装备,可以短时间内再次释放技能。 突击展开命运之网,可以利用CD和技能机制进行短时间内反复横扫,造成多段百分比伤害。 静可深入敌方野区作为家,退可守塔清兵拿五杀,敌人越多,希望也就越多。 宝石及天赋推荐,红色血刃九个,搭配高级守财奴。 蓝色狂暴九个,搭配高级赏金猎人。 绿色枪袭九个,搭配高级去去就来。 最佳搭档,拥有一人残血队伍团灭称号的香香。 坚营勇士前往瓦尔哈拉的女武神等等。 棘手的麻烦,惧怕机动性太强的阵容。 敌方有意识地将团战牵引到野区或者河道。 不利于队友跟进,也不利于命运之网的牵连。 山丘之王的泰坦之力会给予战斗女神强力的反伤。 携带天使盾的辅助,也可以有效抵御命运之网的连环效应。 总结,以上就是本期英雄战斗女神的介绍。 具有较高的操作性和机动性。 更多资料,欢迎光临英魂之刃官网或各大平台参与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